如图进行当中 但是原先为了参加罢工 受少放弃的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 事情一结束 现在又准备前往 导致已经盲犯的外馆人员 还得额外加班 这引发了外界一片踏乏 还有立委痛批根本就是 得罗里子还要面子 自我膨胀过了头 蔡总统抵达迈阿密 拼外交重头戏盲犯外馆 却还要隔海专门伺候一位 迟到的贵宾 华航罢工结束 黄国昌马上宣布 要前往另一个战场 到巴拿马和蔡总统 以及立院同仁会合 为台湾外交发声 由于是自己先脱队 黄国昌特别强调他拒绝接待 扬言计票自己买 到当地还要自己搭车 与访问团会合 外交部随即表示将提供一切协助配合 将通知驻洛杉矶办事处协助转机 驻巴拿马大使馆 也将在黄国昌抵达时提供帮助 等于是专门为艺人服务 外交部他们对于所谓出访的每一样细节 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规划 跟他们自己的一个礼仪 那黄委员即使这样去说 我想对外交部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还是一句话 这件事情不是他自己做了算 时尚头一遭华航罢工 黄国昌连刀出鞘 马上宣布放弃出访 23号深夜罢工开始 他准时打卡 我们有三大诉求 24号一早开记者会 讲半天都是工会原有的旧诉求 一样画葫芦 共享别人的心情奋斗 罢工结束 黄国昌的具体贡献只有自己知道 临时缺席的巴拿马行访问团 团进团出 唯有他自由行 资深媒体人就在脸书讽刺 想来就来 想去就去 少于时代当之无愧 反而会不会是因此而增加了一些 外交部的一些负担 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黄国昌 自己要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思考 出访姿势体大 自己选择放弃失礼在先 罢工餐一咖得了李子 还要面子 出访配角变成专属艺人圈 难免被批自我膨胀过了头 谢谢黄明君 赵雨萱 SNG小组台报道